老公在某软件上和异性的聊天 聊天内容把我惊到了 这是我的粉丝方女士的私信内容 她在信息里面说啊 说我和老公结婚三年了 婚前我就知道她花心喜欢撩小姑娘 但是我觉得只要结了婚 她是会收心的 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后来有了孩子 结果几个月前 我发现我老公在某软件上撩骚 我就问她 她各种欺骗 说自己只是随便聊一聊而已 又没有干什么 我看到聊天记录 我老公要约那些女孩出来见面 有的人没回复 有的人直接拒绝她了 她现在可能还没有出轨 但她总是这样到处撩 我真的受不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看完这封信息 我很想说啊 你说她现在可能还没有出轨 那对你来讲 身体出轨才算是出轨吗 所以这位方女士清醒一下 别再自我欺骗了 你老公的行为已经是在出轨的路上了 只是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而已 不然你也不会受不了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 首先第一个 敲紧中立规矩 告诉给她 随便聊聊也不可以 如果她还继续这么做 那就上交工资卡 三个月没零花钱 总之这个惩罚啊 你自己来定 那第二个 边惩罚边重建 她有撩骚的时间 说明什么 说明她很闲啊 那就让她忙起来 该干家务的 就把家务都盖给她 该带孩子的 就让她多带孩子 周末陪你逛街锻炼 总之增加她在家的时间 和增加在家的 为家付出的时间 这么做也能重新建立起 你们家的新的规则 当然这些小办法 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长久之际 是要找到你老公撩骚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 还是她就是交友不慎 还是她就是一个喜欢撩骚的人 总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如果你现在还会有疑惑 你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以找到我们 让我们手把手教你